年轻的时候,特别喜欢与人争辩,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,遇到点芝麻大的事情,也喜欢找人祝福。 后来,慢慢长大,发现越来越喜欢沉默的感觉,生活就像一架钢琴,白剑是快乐,黑剑是被伤,但是,要记住只有黑白剑的合奏,才能弹出美妙的音乐,不喊痛,不一定没感觉,是痛太深,淹没了所有的回声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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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